这节目真的 这节目就是这样的 人没来起就不用那么早开 这节目 是的 大家都不知道我们有多辛苦 我们的左前方的那个大字报写的是 三文五分钟 那把这个弹幕给我们打开呗 这开开开开开吧 我们看大家说啥 弹幕给我们打开吧 大家就是 哈哈哈哈 对呀 找不到什么 哦 他们说我也会动耳朵 我们这个有点延迟 等于说还在说动耳朵的事 对 别为难小孩看看 对别为难小孩 没事小孩就是用来为难的 对吧 今天我们游戏环节 我还看到我们里面还有好几次要对垒的部分吗 有点难 就是那个对对互相怼 没有没有吧 不是互相怼 不是不是你的节目 是王牌专牌 对 今天的王牌好像是这一季的第一期 按理说 是第一期 按照播应该是第一期播 就是我 我才应该做那个效果 就是抓着你才第一次出场 等于说这一季的王牌 结果已经在这边直播播了一百多万次了 反而当做是第一次出场 今天 然后我还要在节目上做出那种 不是说好了我才是王牌第五人 为什么你来了 搞点这些 还要演一下 你不是那期已经说过了 没说那期没说 那期我说我要说 但是发现那期是第六期 老尴尬了 说了也像神经病一样 明明前面就路过 哈哈哈 就是第六期突然对着别人发难 就很没有逻辑性 哈哈哈 很痛苦 我今天可紧张了 咋的呢 今天一会儿要来的这几位老师 我就 有和谁遇到过没 没有 一个没遇到过 我哪遇到我 我不是我哪遇到过 我这来这之前 我谁也没遇到 哈哈哈 然后来做这个节目 该遇的不该遇的全遇够了 就是我做这个节目 因为我本来我就是在网上拍视频的 其实拍视频还有一点缓和的余地 对 然后我坐在这儿 然后我就每天要跟明星访谈 我开始就问他们问题 然后我就不知道叫啥 我要怎么称呼他们 对 有你就 但是你每个来这儿 你先查查他们的岁数 查查 不行 因为首先也不是每个艺人 都想说你别叫我老师 对 我比你小 别叫我哥 别叫我姐 我就会查 因为小的我直接直呼大名 我 待会杨幂你会怎么叫 我不知道 我想问你 我就叫杨幂啊 因为八六年的他逼我 我 适可而止 我八六年的 我八六年的 谁什么叫适可而止 咋的了 哈哈哈 告诉我 我这样问清楚什么叫适可而止 哈哈哈 秘密 你叫秘密 你叫秘密啊 不是 你叫杨幂叫秘密 我说刚刚那个事情是秘密 我能跟我叫啥呀 你说她的岁数是吧 我叫啥呀 我百都百克查的 哈哈哈 你叫啥呀 你叫啥呀 你叫啥呀